被抑制消费成为习近平恢复经济法宝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今天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 会议强调要把复工与扩大内需结合起来 把被抑制的消费释放出来 在复工复产中优先吸纳贫困地区劳动力 确保完成决战脱贫攻坚任务 根据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今天举行会议 研究当前形势 习近平说 当前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的态势 要巩固和拓展这一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 力争全国经济社会发展早日全面步入正常轨道 为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创造条件 习近平提到 要抓紧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 精准有序扎实推动复工复产 实现人财务有序流动 产供销有机衔接 内外贸易有效贯通 把目前的损失降到最低点 根据报道 会议指出 要发挥好企业家作用 充分调动企业家积极性创造性 让坚持全国一盘旗 维护统一大市场 促进上下游 产供销 大中小企业整体配套 协同复工 确实提高复工复产的整体效益和水平 会议还强调 要把复工复产与扩大内需结合起来 把被抑制 被冻结的消费释放出来 把在目前状况下催生的新型消费 升级消费 培育壮大 使食物消费和服务消费得到回补 且要有针对性的开展远企 文港 扩就业工作 做好大学毕业生 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 积极帮助个体工商户解困 会议还说 要抓好春季农业生产 做好农产品保供稳价工作 还要加大对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帮扶 在复工复产中优先吸纳贫困地区劳动力务工就业 确保完成决战脱贫攻坚任务 海航系官员开始清算 海口市原市委书记张琦落马 3月4日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海南省原常委 海口市委原书记张琦严重违纪违法问题 进行了立案调查 据自由亚洲报道 去年9月 他因严重违纪违法 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检查审查和监察调查 被查当天 他还出现在海口日报的头版头条 内容有关海南自贸实验区和自贸港建设 就在4天前 3月29日下午 海航集团官方宣布 海南省人民政府牵头成立了 海南省海航集团联合工作组 将全面协助全力推进海航集团风险处置工作 根据公开消息 张琦自2016年11月 自三亚市委书记调任海口市委书记 而这些年来 海航在海口展开多种经济布局 2015年底成立飞行训练基地 2017年联合海口市政府和中国人民大学 附属中学成立教育集团 成立的教育项目包括 学前部 小学部 初中部 高中部 中外合作项目部及配套设施 整体规划占地面积约400亩 自海口市江东新区凌空产业开发以来 海口更是与海航集团联系在一起 2018年8月 海南省长沈小明就在一次讲话中说 发展江东新区凌空产业 海口是主体 海航是主力 向心案两共犯被驳回解除 台北地点署在调查中国创新公司主席向心夫妇 涉嫌违反台湾的国安法时 发现两名共犯并向限制两人出境 两名被告不服 要求撤销限制 台北地方法院向检方咨询后 驳回两人的申请 据中央社报道 该两名涉及向心案的分别是外籍人士林旭 苏建峰 当局根据自称是中共间谍的王立强 向澳洲媒体声称 中国创新投资公司是解放军总参谋部之下成立的 目的是渗透香港的金融市场并搜集军事情报 并称该公司在台湾投资媒体 让大陆可以控制并进行新闻检查 台湾当局去年12月24日晚 于桃园机场拘捕准备离台的向心夫妇 依涉反违反国家安全法移送台北地检署 并限制两人出境出海 调查时发现 自称把单位租给向心的林旭 及在大陆有生意的苏建峰 军程与向心夫妇没有关系 而因向心案件引起不变损失 于是提出申请 取消出境限制 不过台北地检署则认为 林苏都是持有外国国籍 有多次出入境记录 极有可能逃居海外以规避侦探 而案件涉及违反国安法 证据有待查清 考量国家危害性 国家刑罚权行使的公益性 反对两人申请 东京奥运会如期举办 国际奥委会3月3日在瑞士洛桑召开理事会会议 确认了按原计划举行 7月24日开幕的东京奥运会这一方针 国际奥委会新闻发言人马克·亚当斯 否定了以其他城市代替举行的可能性 称没有不在东京举办的理由 显示出如期举办的自信 据法广引述日本经济新闻今天的报道说 国际奥委会指 东京奥运会不存在取消的理由 该报道说 国际奥委会2月中旬通过紧急声明宣布 与东京奥运会组委会 东京部 日本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 成立联合工作组 正在携手采取对策 马克·亚当斯表示 世卫组织并未建议发出旅行禁令 也没有认定为世界性大流行 列举了依据判断 强调称并未设定判断是否举行的最后期限 据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 在临时记者会上的呼吁说 对于奥运会的成功 具有毫不动摇的自信 希望运动员信赖我们 继续全力推进准备工作 显示出将以罕见举措 致力于清除隐忧的态度 谷歌取消年度开发者大会 谷歌表示 已经取消原定5月在硅谷山景市 举行的年度开发者活动 相关声明指出 基于目前的公共卫生情况 决定取消今年在海岸县 原型剧场登场的实体活动 据美国之音引述法新社报道 一个谷歌开发者的推文说 很遗憾我们将无法聚在一起 不过你们的健康与安全 是我们最在乎的事 年度开发者大会 通常会吸引来自世界各地 数千位的开发者 齐聚一堂进行交流 并与出席的工程师交换意见 讨论谷歌提供的软件与服务 除了谷歌之外 脸书以微软也决定缺席一场 在旧金山举行的游戏开发商大会 该活动上周被迫推迟 此外 脸书还取消了原定在圣河西会议中心 举行的F8开发者大会 该以线上发表取代 这个大会是脸书规模最大的年度活动 参加者包括来自全球各地的软件开发商 超级星期二 布隆伯格宣布退选 拜登拿下九州 美国民主党超级星期二 总统提名初选陆续结束投票 外界聚焦左翼参议员桑德斯 与前副总统拜登的对垒 美国媒体引述票站民调结果指 拜登展示于佛吉尼亚州 北卡罗莱纳州 德州等九个州份胜出 而对手桑德斯则斩夺三个州份 分析指 拜登的选情领先 关键在于拜登赢得黑人 及银发族选民的支持 而跟拜登路线接近的 前纽约市市长布隆伯格 几获得了美属萨摩亚的 12正党代表票 宣布退选 转为支持拜登 据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布隆伯格宣布退选 他发表声明指 在三个月前 他开始角逐总统 目标是击败川普 时至今日 这个目标也没有改变 但明白继续留在初选 将令打败川普的目标 更难实现 于是决定退选 超级星期二将产生 1357张党代表票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指 拜登暂夺453票 超越夺得373票的桑德斯 德州将产生 228张党代表票 成为民主党总统提名 初选中仅次于加州的 关键票仓 NBC的初步预测 拜登已攻下德州 桑德斯早前于德州 建立大规模竞选活动 上月底更举行一系列结会 试图动员拉美以及年轻选民 但仍不敌拜登 票站民调结果显示 举行民主党超级星期二 总统提名初选的14州当中 拜登赢得弗吉尼亚州 北卡罗莱纳州 亚拉巴马州 田纳西州 俄克拉荷马州 阿肯色州 明尼苏达州 马萨诸塞州及德州 廖更可拿下缅因州 桑德斯则拿下其主场 弗蒙特州 克罗拉多州及犹他州 廖可于加州胜出 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早前的调查显示 拜登于胜出州份中 赢得了大多数黑人选民的支持 包括于弗吉尼亚州 赢得63%的黑人选票 及于阿拉巴马州 赢得了72%的黑人选票 成为其夺走上述两州的关键 另外 65岁以上选民投票率 通常较年轻选民高 年长选民的支持 已成为拜登的助力 拜登于弗吉尼亚州中 获得71%的65岁以上选民支持 至于在桑德斯胜出的 克罗拉多州 则有50%的45岁以下选民 选择支持桑德斯 女参议员克罗布特 与前任印第安亚州 南本德市长布迪吉格 于超级星期二前夕宣布退选 亦有助拜登的选情 2020年全球自由度调查报告 中国遭点明 2019民主明显倒退 中国则再度被列为最不自由国家 与印度同辈点名侵犯社会整体自由 自由之家今天公布 2020年全球自由报告 台湾在两项评比指标方面 政治权力获得37分 公民自由获得56分 台湾在亚州地区仅次于日本 据中央社报道 自由之家指出 全球已连续第14年遭受政治权力 与公民自由恶化困扰 在2019年自由度下滑的国家比上升的国家多了近两倍 报告也发现 全球政府对多元主义承诺大幅下降 种族宗教及其他少数族裔首当其冲 报告点明指出中国是最明显的例子之一 报告指 中国针对维吾尔族与其他穆斯林群体的文化消灭运动历时多年 文献充分记载这些活动 中国以总分10分位列最不自由国家 是表现最差的15个国家之一 其中政治权力项目更是拿到负1分的低分 香港因为去年的逃犯条例争议 导致香港公民自由受到侵蚀 并爆发激烈抗议活动 让香港的评分也较去年减少4分 以总分55分位列部分自由 另一个报告点明的例子则是印度 报告指出 长期以来 印度一直被认为是太平洋区域 制衡权威主义中国的潜在民主国家 但印度现任政府背离民主规范令人震惊 也逐渐模糊北京与新德里之间的区隔 印度尽管仍以71分名列自由国家 但是全球25个人口最多民主国家中 得分下降最多的国家却是印度 报告指出 从香港 阿尔及利亚 波利维亚 智利到印尼等地 去年许多地方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 凸显民众对基本自由与政治安定的渴望 但遗憾的是 这些运动经常抵触根深蒂固的利益 到目前为止 仍未能对全球自由带来重大改善